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 来到今天台湾风华的节目当中 我是詹以珍 今天在台湾狂想曲 在文创系列里头 要跟您分享的是台湾的文创教育 在节目里头我们常常跟您分享 台湾在近几年来 非常重视的就是文化创意的产业 但是产业毕竟是已经到了 可以呈现到很多人的面前 但如果我们没有再继续酝酿 这种文化创意的能量的话 有可能它整个的生命链 会有中断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何在孩子的身上 在青少年的身上 在我们自己现在这个年纪的身上 能够再找到文化创意的能量 文化创意的教育就很重要了 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开心 为大家邀请到的 就是在文化创意这个领域 已经执行很多年 也很有经验 同时也是在台湾非常享誉国际的 云门五级当中 云门教室的执行长 温慧文 温执行长 执行长你好 宇珍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想要先请教一下执行长的部分 其实台湾在这几年来 我们常常听到文化创意产业 大家都在谈这一块 但是在文化创意的教育领域的部分 就您的观察 目前台湾的环境跟现况是如何呢 其实说起来 如果我们从小稍稍回忆一下 我们长大的一个过程 非常有趣 其实我们小时候好像在创意的部分 是从来比较不被鼓励的 其实常常或许因为考试的制度 那就常常会要求一个标准答案 但说起来创意这件事情 大概是没有标准答案 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怎么样创造一个环境 让每一个孩子可以有这个意愿 勇敢的做自己 甚至勇敢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我想在这几年慢慢慢慢情况 已经有一点点改善了 那我想还是值得更多从事艺术教育 或从事创意教育的所有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努力 是 其实呢 刚刚指引长提到一个 就是我们以前的环境 可能还比较容易接触到大自然 因为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 可能有机会到乡野间 但是现在因为都市化也非常的重 然后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已经离开了这种所谓的自然环境 甚至是现在我们父母亲也都生的少 所以孩子跟孩子之间的互动也好 或跟父母之间的互动也好 似乎比较没有像以前 有这么多方面的一种接触跟刺激 所以近几年来 台湾开始在重视到这种文化创意教育的 这个区块的时候 云门舞级一直都是以表演 然后舞蹈 那也同时在国际上面也是非常多人都知道 云门舞级在表演的这个区块的一个亮度 怎么样去想到说从教育的这个区块来左手 然后来启发用身体的方式来启发孩子们文化创意的这一块呢 稍稍回想一下大概早在1980年代 其实那时候云门舞级成立还不到十年的时候 那时候林怀明老师我们就曾经用两年的时间 一年大概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办艺术与生活的连展 我想在林怀明老师的想象里面 就是生活跟艺术应该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到1998年当云门25岁的时候 那时候林怀明老师就许下了三个愿望 那他说第一个愿望呢 他希望云门舞级可以继续在国际的码头上巡回演出 然后可以在国际的舞台上为台湾用文化来发出声音 可是当云门舞级必须在国际上跑来跑去的时候 我们还是非常渴望可以到台湾的不同的角落去 譬如说普里啊美农啊或者是金门马祖去做演出 所以在1999年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子团 也就是云门舞级二 所以他可以在台湾的不同角落乡镇去做演出 那另外一个想象呢 林怀明老师认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舞者 那为什么我们越大越不会舞动呢 所以他就想说我们应该做一个云门教室 可以让每一个孩子从小就开始认识他自己的身体 可以跟他的身体做好朋友 所以云门教室也就在1998年开始诞生了 好其实呢如果我们以文创教育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算是起跑的很早 因为呢从一个表演的团体 然后呢从一个表演为主的一个组织 慢慢去想到说从教育的这个层面来做着手 而且刚刚呢执行长特别提到说从国际表演 然后台湾的朋友们呢也要继续看到云门的表演之外 更希望每个人都是这个天生可以做表演的人 但是表演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觉得 这离我好远啊 马上就觉得我就是一个没有创意不会动的人 但其实我们都忘记了身体其实可以引发很多部 无论是在我们的情绪的控管 或者在我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都是有加分的对不对 这个部分请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有很多人就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当如果我们今天走进一个小学一年级的教室 如果我们看到后面有好漂亮的壁画 然后我们就问说这是谁画的谁是艺术家 大概那个教室里的每个孩子都会举手说我我我我我 可是如果你走进一个小学二年级的教室 大概又说了说这好漂亮谁是艺术家 大概有一半的小朋友会说我我我我我我 可是如果你走到三四年级的教室里面说 哎呀谁是艺术家 每个人就偷偷看对方说 就是开始那个我我我的那件事情 那个勇敢就不见了 其实我们稍稍回想一下 真的就是在越幼小的孩子里面 其实真的他的自然舞动他的创意的表现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想为什么说云门教室想做的事情 希望是让孩子天生与生俱来就有的天赋 我们帮助他保存下来 那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要训练专业的舞者 可是我们希望因为透过孩子的生活里面 因为有舞蹈有音乐有这些艺术的养分 那未来他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艺术的参与者 那我们相信说其实当你今天生活里面是有艺术的时候 你的生活可以是彩色的 就像刚刚执行长特别提到的 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身体上面也好 或者是在这个艺术的创意的一个层面也好 可能跟着时间跟着年纪慢慢慢慢的就忘记了或忽略了 所以其实在整个文创教育的这个领域来讲 台湾也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因为我们常看到欧美国家等等 可能孩子们他们在升学上面的压力没那么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方面的可能性去探索 所以志愿长您觉得在这个1998年成立的这种云门教室之后 在云门的努力之下 家长们的想法跟孩子们的参与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 有没有什么样的火花或者是很棒的地方的一个经验呢 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真的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 那云门教室现在在全台湾有20个分馆 每个礼拜大概有一万一千多个小朋友进云门教室来上课 但是我想最开心的事情是 1998年4岁的孩子现在17岁 或者1998年5岁的孩子现在18岁 但是我们有好几百个这样的孩子 现在还在云门教室里面 所以有一次我走到云门教室里 有个小朋友其实不是小朋友了 是看起来大人了 他跑过来跟我打招呼 我就不太认识他 他就跟我说嗨我五岁就在这里上课了 我就说那你现在几岁 他说我17岁 那我想说哎呀我当然不认得17岁的他这样子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在这里很开心吗 他就跟我说很开心 甚至曾经有过一个17岁的孩子 他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其实我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 读书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知道为何要读书 但是请你们当你们看到笑闹的我们的时候 请不要太介意 他说因为每个礼拜一堂云门的课 让我会觉得更认真 我愿意面对自己 那纵使读书并不容易 但是我们会全力以赴 就如同我们在云门学到的 坚持 吐气 呼吸和行云流水 好 坚持 吐气 那我现在还要行云流水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是现代的生活当中最不容易做到的 因为我们现在常看到说 在家庭的一个亲子关系也好 或者是在同才之间的朋友关系也好 似乎会因为比较繁忙的步调会紧张 然后有很多的情绪可能会用错误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执行长您的观察跟整个教室的课程的想法也好 或文创启发的角度来讲 身体的律动跟情绪有关系吗 其实是有的 因为我们曾经有个家长曾经跟我们分享 他说有一次他在家里生气 然后不太开心 然后突然他的女儿 他说他八岁的女儿就跟他说 就放了音乐 然后就跟他说 妈妈我们来跳野人舞吧 然后原来他妈妈说什么是野人 他就说我跳给你看 他就开始动 然后妈妈就跟着他动 后来妈妈就告诉我们说 他动过之后 他觉得情绪开心许多了 那真正在科学上的研究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学理上 是他说当我们运动过后 我们脑中会分泌的那个物质 不管是脑内飞 这些化学物质 就是让我们的情绪开始有一个 比较正向的一个思维 所以确实妈妈就说 我动完之后我就觉得开心许多了 甚至有的爸爸曾经就说 他说在晚上要睡觉前 孩子洗完澡了 突然就跟爸爸说 爸爸我想要安静的坐一下 因为云门的每堂课 是从静坐开始 用拥抱来做结束 然后爸爸说 女儿就跟他说他要静坐一下 我们说那你怎么办呢 他说我就陪他安静的坐一下 他坐了之后 女儿就跟我拥抱说晚安 他说这样的一件事情 突然变成让他们 父女之间的亲子的互动 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感受 所以确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妈妈也曾经提过 有的孩子永远是抢那个第一个要说话的 可是在我们的课堂上 老师也开始会留意这样的事情 所以可能刻意不第一个叫孩子讲话 可是孩子后来就跟妈妈说 我发现偶尔听听别人讲话也挺好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云门教室的生活律动课程 从身体出发 但不只是身体 这是律动的部分跟情绪的连结 但是我们就是要聊到的就是 我们其实想要最重要是 启发孩子们在创意的这个区块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我其实也会喜欢孩子们 有很多创意的发想也好 但就找不到方法 会不知道怎么去做 所以其实文创教育从身体的一个动 或者是从林老师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从身体的律动开始 去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身体在动的时候 跟文创的启发跟创意的这种连结 刚刚是情绪 那现在是从脑袋的这种创意的部分的连结是什么 像我们有一堂课叫磁铁人 其实虽然在课堂上曾经就有家长问过我们说 老师不好意思 我送我的孩子来上身体课 可是为什么你每堂课看起来都好像在玩一样 那我们就说其实游戏学习 学习游戏是孩子最好的一个学习的方法 那我们有一堂课叫磁铁人 在课堂上孩子们就会先拿磁铁去黏墙壁 黏不同的地方 那等他观察过磁铁的这个黏性 哪里可以黏哪里不能黏之后 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四岁的小孩就成为磁铁 你开始可不可以用你的身体做磁铁 你可以用一个部位或用五个部位跟地板做接触 然后接下来两个人要合作 就是以真跟温慧文要合作 那我们两个人要变一个部位黏在一起 你从这当中你就开始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孩子这当中就开始有无限的一个想象 那甚至于三个人五个人然后跟不同的人合作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创造出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课堂上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OK 所以用不同的一种方式去引导孩子去思考 无论是解决问题也好 或者是找到一个方法也好 甚至是在彼此之间互动 所以有时候是需要合作的 所以他们会找到很多的可能性 然后就是利用这种身体的动也好 或者是来去找到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 好 我想这个是我们不要讲小朋友 我觉得大朋友都需要这一点 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可能每天都是在同样的步调当中 做的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忘记其实可能有新的方式 或者是新的一个可能性在你身上 当然这样的一种文创很多人会说 可能是艺术家画家或者是文化的一些工作者要做的事情 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也是很需要这个区块的 好 下个阶段在我们台湾风华的节目里头 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是 在你家里头你会觉得说孩子去学文化创意去启发 我这个做爸爸妈妈的有没有要参与 或者是我的角色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在师资的培养当中 其实也很重要 因为你要怎么样去正确的启发孩子们在创意的这一块 又不去局限它 所以在接下来的台湾风华下一段节目里头 将会继续跟您分享 跟您约好不要走开 下个阶段台湾风华空中再见 欢迎所有央广的好朋友们 继续回到台湾风华的节目当中 我是詹乙珍 今天在台湾狂想曲文创系列 跟您聊到的就是 如何用身体的动能去启发自己在脑袋里文化创意的能量 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比自己更好 我们也在这几年来常常提到说 软实力在台湾目前是最重要 也最需要去启发的竞争力所在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头为大家来聊到的就是 在舞蹈的表演当中 如何去想到说 我们从文创的教育着手 找到孩子们在EQ在IQ甚至在创意这个区块的一个蓝图 刚刚前半段跟我们的云门教室的执行长 文执行长特别聊到的就是 整个在文创教育在律动上面也好 或者在课程设计当中都可以做融入 不过这里很多的朋友就会问到了 家长常常都是希望孩子更好 可是就会有一些比较错误的想法是 我就把孩子丢到教室里就好 然后我剩下的就都给老师了 所以其实家长在文创教育这一块 其实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比教师比老师更重要 对不对 确实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常常偶尔也会有家长会跑来问我们说 哎呀老师不好意思 我孩子送来这里上课 回家有没有做回家作业 那我们就会说 其实孩子没有作业 反而是家长有功课要做 那家长的功课是什么呢 我们就说就带孩子去看看山 看看海 看看云 因为确实后来就有家长曾经跑来就跟我们说 他说哎呀我们家昨天去海边玩 我们家孩子就跟我说 妈妈你要不要看海浪跳舞 他说我跳给你看 就那个孩子就跟着妈妈说 你看海浪这样过来 我的身体这样动 甚至有一个家长从家里面 带着孩子到教室的路上 然后孩子就跟他说 妈妈你看竹子在跳舞 妈妈说竹子怎么会跳舞 他说你看风吹过来这样子摇摆 他说我跳给你看 所以确实在这个过程中 反而会变成是孩子的适应力很强 那反而是家长们自己要做一点点调试 那就如同我们也有些家长也会问说 我本来是认为我们家孩子很害羞 那我想送来这里让他变活泼一点 他说会不会上过课以后变得过于活泼 那我们就说那你也不晓得妈妈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他以前不会顶嘴 他现在会顶嘴 那后来我们就跟他说 妈妈其实孩子的所谓顶嘴跟表达自我的意见 可能只有一线之隔 所以回过头来反而是说 家长们要怎么样重新找到一个新的角度 来跟我们的孩子们做对话 来跟孩子们做互动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未来要把我们的软实力 或者是在启发孩子创意这个区块变得非常重要的话 家长们的再教育也很重要 对不对 是 不过我觉得很多家长们都还愿意敞开他们的心胸 甚至于因为在原本教室的课程设计里面 我们大概每十一堂课 也就是大概每三个月左右 会邀请家长进教室 那家长进教室就要跟孩子一起做身体上面的互动 那当然对一个三十多岁或四十岁的爸爸或妈妈 从来没有在二十个人面前动身体 我想那是一个挑战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家长愿意抛开自己 然后跟孩子快乐的互动 甚至于我想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爸爸透过这样的过程 那我们也有亲子的课 有些爸爸到后来还说 我很开心作为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个舞伴 对 尤其家里有女儿的一定是希望 我就是当那个第一个舞伴 好 所以家长的部分 其实也是在家庭教育当中 其实一向以来都是相当优于 在学校教育也好 教室教育也好 因为爸爸妈妈们的想法 如果能够跟孩子们是能够连得上线的 或者是能够跟孩子在同一个起跑点一起去成长 其实是最棒的一个情况 好 那刚刚我们在前半段的节目里头 温执行长也提到了说 在课程的设计上面 有很多是可以启发孩子们在创意这个区块不要受限的 所以在课程设计这个区块的部分 是老师们自己发想的吗 还是 对 因为确实其实云门教室在1998年成立第一家分馆 可是我们做教案研发的工作 大概从1995年就开始了 那时候我们就邀请了 不管是教育 音乐 舞蹈 身心灵 就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起 那我们就一直在问说 我们并不是要教孩子所谓舞蹈的技巧 那全世界到底有没有类似的课程 可是我们回想一下就舞蹈这件事情 全世界有类似的技巧的系统化的课程 可是确实没有在这样子比较类似所谓身体教育的概念 其实我们稍稍回想一下 我们从小都上过体育课 其实体育课就是身体教育的缩写 但我们经常忘记这件事情 而且常常被拿去考试以前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后来我们就决定说 我们就要组成自己的教案委员会 所以一直到今天 云门教室的课程 大概有10个教案的研发小组 我们大概有将近40位的教案委员 来自不同的领域 我们就透过定期的开会 也透过家长跟学员的一个回馈 所以我们的教案研发就形成像一个有机的教案 它会不断的循环 等于说我们把教案研发出来 然后到了课堂里 老师交给孩子之后 然后老师或家长会有回馈 有任何的问题会再回到我们的教案委员会 所以它就成为一个不断不断循环的 一个有机的一个过程 OK 所以等于想出来的这一些教案的内容 也好也可以说是在我们世界的这种武道的这种身体律动的教育当中来讲 蛮少见的对不对 就是这么样系统化的去做处理是非常少见的 然后我们就也要从孩子的生活里面去取材 比如说我们有个课程单元叫奶油吐司 那是四岁半的孩子上的课 我想在课堂里孩子就真的会看到软软的吐司面包 也会看到烤面包机 然后孩子就会看到软软的面包摆进烤面包机里 从软变硬 然后孩子也会真正看到硬硬的奶油从冰箱拿出来 可是当然硬硬的奶油涂到那个烤过的吐司上 它会融化 所以孩子观察过这样的过程之后 他就要用他的身体来做出从软变硬 然后他也要用他的身体来做出从硬变软 然后我们又可以两个人合作 你是奶油 我是吐司 你要用什么方法涂抹到我身上 所以这堂课就叫奶油吐司 那在课程中 老师还会请孩子们发表他自己的看法 譬如说你观察到那个奶油慢慢的融化 你觉得它像什么呢 那有一个小男生才四岁多 他说那个慢慢融化的奶油 好像慢慢沉默的铁达你好 什么 四岁半的孩子 对 所以就是那个孩子的那个想象力 可是我们真的不要忘记 我们每一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 那我们如何回到用孩子的眼光来看世界 或许那个就是最具有创意的 因为我们越大往往被压抑 所以我们不敢表达 其实有时候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直觉 勇敢的把我们的感觉说出来 那或许就是一件最有创意的表现 而且我相信在整个课程的研发过程当中 是非常需要花很多心思的 因为毕竟我们东方人的一些思维模式 或者行为的那种律动 应该跟西方人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怎么样去找到适合我们的一个启发方式 这是很重要的 那老师就很重要了 因为有了教案 或者是有一些委员会研究出来之后 你要训练得出能够做得到这件事情的老师 所以在老师的培育这个部分 就有没有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 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呢 所以我们的老师们就帮他们自己的训练课程 取了一个绰号 他说他们的训练课程好像007训练营 所以我们的老师常开玩笑说 他们除了吞火不会之外 其他什么都要会 因为确实在这样的一个课堂上 我们的孩子的年龄层 今天云门教室的课程是可以从三岁开始 然后甚至到青少年阶段 所以老师们就对于不同阶段 孩童的身心发展都需要有所认识 那包括孩子的身体的发育的不同的阶段 大小肌肉的发展 我想对老师来说都要认识 所以作为一个云门教室的老师 我们在职前培训就有三个月的训练课程 大概有将近300个小时的课程 另外老师们还要到幼儿园去做实习 因为对一些有时候一些老师们 或许他自己还没有小孩 但有的老师已经有小孩 可是他也需要到幼儿园去学习 跟一群小孩做互动 那我们除了职前培训之外 先透过让老师们认识孩童的身心发展 认识如何跟家长沟通 对于我们的教案有所认识之外 我们的老师还有大自然体验课 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说 甚至艺术美学的课程 那我们真的相信说 唯有老师的生命是有它的厚度的 是有它的丰富性 我们才能把这样的厚度跟丰富性 带给每一个孩子 那因为我们的每一个 像对小小孩的课程单元 每一个单元有不同的教学内容 譬如说我们有一堂课叫 普攻音飘哪里 那对老师来说 他在课堂上就真正要把 普攻音拿给孩子看 所以还要去找到普攻音 所以老师要去找到普攻音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大自然体验课 对我们老师来说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 除了职前培训之外 我们的老师成为正式老师之后 我们每一年还有每一年的在职的培训 甚至于我们有一堂课叫感官复苏 我们就想我们从小其实经常 视觉是最经常被使用的 但是其他不要忘记还有听觉 还有味觉还有嗅觉 所以我们就有个妈妈说 我上身体课怎么上课在吃酸梅 可是她说我看完课之后 我也好想去买酸梅来吃 那那堂课就是感官复苏 就是在课堂里 孩子们会先吃酸梅 或者闻闻那个胡椒粉 或者闻闻酸甜苦辣各种东西的味道 当她尝过这些味道之后 她表达了她的感受 然后再用她的身体来表达出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于老师们来说 就是一个高度的挑战 你不只是教身体而已 你还要跟孩子 还要有很好的一个互动的技巧 所以我们的老师们在课堂中 不会有一种发展叫做 请你跟我这样做 因为它不是单一跟标准化的 它要去用情境的铺陈 诱发每一个孩子 所以我们经常会跟我们的老师们说 你如何把你最漂亮 最美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而每一个孩子 因为看到了老师的美丽 然后非常感动 所以每个孩子也愿意用 他最美丽的身体来回馈给你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不容易 但是它却变成每一堂课 都会有不一样的火花 因为每一次的孩子是不一样的 或者是老师们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 是没有标准的教案的 只是一个方向而已 所以老师的一个培育的部分 相对性的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工程 这也是也可以刚刚执行长提到的每一个方向 我们的朋友们 你回去也可以试试看 这样的去启发自己的孩子 好 很多人想我们现在讲的是孩子 青少年 像雨珍28岁 这样我们的年纪 其实在不同的年纪 也有不同的方式 可以再把自己的文创的一个想法 透过身体的方式去把它打开 对不对 当然了 所以其实云门教室现在的课程 我们是从三岁到八十八岁 都可以上的课 其实十六岁以上的人 我们就有成人律动的课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非常有趣 云门的成人律动课程 曾经就有妈妈带着她高三的女儿 一起来上课 所以母女一起上课 后来有一次妈妈们 那个妈妈就告诉我们说 因为有一次在我们的课堂上 有一个小品的表现 甚至于我们有些妈妈们 他们就安排孩子们在隔壁教室上课 她就自己在另外 她也觉得透过这个过程 她重新找到跟身体谈恋爱的感觉 我们回过头来真的仔细想想 我们有多久没有认真 看看我们自己的身体 好像通常打电脑打很久了 手酸了 我们才说哎呀我有个手肘 或者哎呀我有个肩膀 可是我们经常好像没有意识到 身体不同部位的存在 所以我们的成人课程 就是提供给十六岁以上的 每一个大朋友 可以来找到跟自己身体谈恋爱的机会 然后六十岁以上的朋友 我们有熟年课程 OK 对阿公阿嬷上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云门教室里面 年纪最大的学员现在已经83岁了 那我们甚至有个阿嬷一个奶奶 她就自己来上试跳的课程 然后她报名了 然后她回家之后跟她的孙女说 阿嬷要去做你的学妹 哈哈哈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这些六十岁以上的 这些熟年的朋友们 其实他们就好开心 他们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好像又回到年轻的时代 那也有人就是曾经说 我好像走过千山万水 重新认识我自己 就到了这个阶段 我自己可以看到 我自己轻盈的一个跳舞 而且透过这样的一个身体的运动 她其实觉得心情非常非常的愉快 好我想其实在林怀明老师的带领之下 从表演的舞台 让国际看到台湾的一些文化的能量之外 再来就是在教育的这个区块 也走得蛮快的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基层的 对孩子们的教育也好 对成人的教育也好 让大家可以看到 如何从身体的律动也好 或生活当中去找到更多的可能性存在 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 希望透过这样的过程里头 刚刚我们执行长已经提供很多方法 您可以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 怎么样透过身体的接触 或者是找到一些方法 跟你的孩子互动 甚至是我想搞不好 跟你自己的爸爸妈妈 也可以透过身体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少拥抱了 已经忘记拥抱的感觉 所以要多多的把你的双手打开 然后去接触大自然也好 接触你的家人 让身体的记忆都被启发 然后每一个触碰的细胞都是有感觉的 对不对 好 今天节目里头非常开心 能够在原本教师执行长 温恩执行长的分享之下 让我们了解到如何用身体 来开启我们脑部的这种创意的理念 那今天的节目里头 也非常欢迎您的加入也高兴 希望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头 您也能够跟我们分享 您看过之后的想法 每一次的文创 或者是每一次的台湾百年电影系列 都邀请您再一次的加入台湾风华 我是乙震 下一次空中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